今天又有一份所谓的总统民调出炉了 我们先不问这个是谁做的 不过我们先来看看这个排序 有人就觉得怪怪的 因为第一个他没有做三卡都 他直接做四卡都 这四个人 前面两名的排序还是一样 赖清德32% 柯文哲23% 可是第三名跟第四名 郭台铭首度超过侯友宜 因为至少我到现在为止 四卡都的民调没有看过 郭台铭超过侯友宜的 两个人在伯仲之间都几乎是第三名 于是就有人说了 这是营造郭侯民调差不多的一样的氛围吗 我们再回头来看看这是谁公布的 这是汇流民调 汇流说他是拿趋势 这一家公司做的民调出来发布的 而且打的是独家 打的是独家 我们来看看他的访问日期 是8月6号 8月7号 有效样本是1028人 采取的方式是一半式化一半手机 式化成功访问的504人 手机524人 那当然民调给您参考 有人信有人不信 可是他里头还做了这个 那有人就说在带风向 不过我们来参考看看 包括在野非绿阵营的整合 里面哪一组的总统候选人 可能迎面比较大呢 柯郭配他们做出来是31.5%的支持度 郭侯配21% 侯科配最低17% 所以大家看看 这个是他的趋势吧 趋势民调他的趋势 那到底谁具备整合在野非绿联盟的能力 郭台铭第一名28% 将近29% 柯文哲24.4% 侯友宜只有18.6% 可是呢我们拿一个对照组好了 最近的民调 林传媒7月19号的民调 你可以看到四卡度的民调 是赖清德38.23% 柯文哲第二名25% 侯友宜第三名20% 郭台铭9% 所以这个中间的落差 观众朋友提供给您参考 您可以自行的来判断 而另外我们看到 KMT也就是国民党 到底背着这个锅 沉重的锅子 到底要背到什么时候 有人说要到11月 现在才8月 8月中不到 我们看到 到底郭台铭要独立参选 还是怎么着 不知道 蓝营的议员李明贤 他说 应该会到11月才决定 还有这么久吗 李明贤说 郭台铭应该是拉弓不射箭 把弓拉满 可是不射出去 认为郭台铭 连署会过29万的门槛 因为他可能会走上连署的路 可是11月才登记 截止登记的日期是11月 所以他11月才会看情况做决定 另外8月9号 郭台铭有造势在屏东 昨天也有在苗栗 有一场大造势 我们可以看到各地的英雄好汉 有人说是牛鬼蛇神 可是有人认为是英雄好汉 像是屏东的议长周典论 他就说 郭台铭依照 这个 依循朱立伦指示 要集结非绿联盟 他没有错 他依照朱立伦的指示 这是要下架民进党 冰哥 谢寒冰就讲说 朱立伦你搞累初选 搞到郭台铭到处挖墙角 搞到徐耀昌喊出下架 国民党 难怪有人说朱立伦是美国宪民 冰哥就快人快语 另外赖清德副总统要出访 过境美国 这当然也是大事 我们看到三立新闻网今天的报导 这是昨天的报导 他说中国要打压赖清德出访 外交部说了 他已经掌握了 这个对岸有收买 其他国家的媒体 要来抹黑我国的外交 那国安人士不具名的 他说中国跟巴拉圭 多家主流媒体签订了 一个月的租约 要发布挺中反赖的内容 要做一个认知作战 而另外我们再来看看 包括共军 有没有可能趁着赖清德出访 打我们的东沙群岛 看起来 听起来蛮惊悚的 这个消息是来自于 美国的学者莱拉里 他投书英国的周日卫报 他讲说习近平可能在 赖清德出访的过境美国 出访的前后 袭扰我们的东沙岛 而另外 麻生前首相来访问台湾 他不是讲出了一个惊人之语吗 他说 台湾要有不惜一战的心理准备 我们要用意志抵御中国 此言一出 那当然大家的这个解读都不一样 我们的外交部说没有啊 这个有什么好惊讶的 他的看法跟我们没有什么不同 外交部的说法是什么 外交部说这是我国展现 自我防御意志与决心 这跟麻生的说法并无不同 有什么好惊讶的 可是我们来看看日本内阁官房长官 松野薄一怎么说 他就是这个官房长官 有点像是我们的内政部长 或行政部长这样子的一个 这个内政大臣 他说日本政府希望可以透过对话 和平解决台湾问题 来大家比较一下 这个跟麻生前首相讲的不 这个余意不一样吧 余意不太一样 他说和平解决台湾问题 那谢长廷我们的驻日大使 他说麻生符合日本执政党政策的观点表达 可是人家执政党不是这样讲的 那大家也是一样 跟民调一样 大家各自来评断来解读 而另外我们看到美国外交关系协会 谢弗尔他说 如果共军攻打台湾 他觉得他也建议 美国应该立刻承认台湾为主权国家 他认为 如果我们就立刻承认 美国立刻承认台湾是主权国家 那就是法理台独了 这是有法律吓阻的作用 用这个方式来吓阻中国 来对我们更进一步的吞噬 另外路透社说 台海的风险攀升 英国的劳合社保险商 紧缩对台保险 当然你看我们讨论这么多兵凶战危 这么多台湾可能会发生战争 连麻生都讲了 所以保险公司当然很敏感 英国的劳合社就说 承保飞机战争风险的保险商 要提高保费 调降遭没收等项目的合理赔偿金额 这个影响很大 观众朋友 包括你也可以看到保险经纪商 他这个叫做CHC Global 他说这些情境包括 中国海上封锁台湾 中国夺取台湾离岛 甚至中国武力犯台这些情境 未来十年都可能发生 人家会评估 商业上要做风险评估 对我们的影响当中很大 来我们先请教毛哥 是 毛哥 今天看到这个 郭台铭的民调 我觉得 而且还是某媒体 用独家的方式揭露 这个会让我们大家情不自禁的去想 这是谁刻意做好一个民调 然后不小心泄露给记者 这么巧合的刊登吗 还是怎么样 这个到底是外餐还是内餐 这个真的是不晓得 反正大家就随便用餐 昨天我看到 所以毛哥你是不相信吗 我可以直接讲 我想问你 你是不相信吗 我觉得时机巧合到不好理解 巧合到说 郭台铭出来造势了两三个晚上 然后马上就出来一个民调 然后一出来这个民调 其实就 我不晓得侯友宜看来开不开心 因为他一直 国民党不喜欢人家说他叫侯老三 就出来这一份真的不是老三了 是老四 如果叫他老四他不开心 就称为3.5好了 对 就反正 这个民调出来就是说在郭台铭 你说徐耀昌前县长 直接一个国民党籍的 大佬籍的 然后也是真的有影响力的人 说下架国民党 国民党对我们苗栗也不太好 直接这样讲得好名 国民党的考纪会 其实是出来说 这个要循序渐进的处分 果然他们党纪是看人的 重点来了就是说 其实我会建议 郭台铭认真地讲 你到底什么时候准备开始联署 或是说 你直接告诉我们吧 因为你如果要独立参选 你的联署书上面是 总统跟副总统要一起列出来的 副总统找好人了吗 因为那个列出来之后 你就不能改了 而且你到时候 如果再去跟谁怎么样 要和 要怎么样的 不好意思 现在我们看到民调上面 他也都在讲说什么 郭柯的力道最强 民调最高 可是中间有很多法律问题 民进党也在等着你 民进党等着要玩你的是 戳原载条款 所以他那天 就是说民众党 他已经经过他自己的 法定程序完备 提名了 经过初选 然后同学提名了 柯文哲 赖清德也是一样 那今天你如果郭先生 郭董 又去做一个独立的联署 然后你又真的过了 那个29万的门槛 或是到290万 我不知道有多厉害 Anyway你过了那个门槛 然后你怎么办 拿这么多联署书在手上 是登记还是不登记 那你登记 怎么可能又去跟人家和呢 人家跟你和就抽原载了 民进党是等着这条出来修理 大家不要不知道为什么 那其实昨天有一幕很好玩 在苗栗 大家没有注意到 就是说台上的主持人 说什么拜官公 拜妈祖的 他们这个 有人是主张拜江太公 拜江太公是愿者上钩吗 是在暗示什么 也就是说大家看着郭台铭在台上 很多人像PTT上面都讲 这为什么叫干爹 为什么叫什么的 就是说是不是看到郭台铭 就会想到鸿海刚发的那92亿鼓励 又会想到郭台铭讲说 九成要拿出来做公益 这个公益是怎么样 大家看到郭台铭 如果台上主持人喊 我们爱的鼓励一起来 大家开始拍手爱的鼓励 结果不是是讲那个鼓励 鸿海的鼓励 现在你到底出来 代表的是什么 郭台铭受欢迎 难道是因为你比刘大华帅吗 是因为你很有钱 整个状况玩到现在 我们真的还在玩权跟钱吗 我们只崇拜有权的跟有钱的人 台湾的这场总统大选说真的 也没什么好看 这个民调不民调的 大家真的越看越没意思了 那杰格赖老师你怎么看 其实我很喜欢你 刚刚讲到这民调的时候 加了几个字 所谓的民调 所谓的民调 我对你的所谓的 我就很有感 我仔细有加减 因为这不难 这比于于北城还简单多了 这个加减很简单 为什么呢 因为你看 赖金德的民调 被做成32.2% 然后侯友宁的民调是15.2% 郭台铭是16.2% 加起来是31.4% 在政务的复查范围内 而柯文哲变成调车尾了23.4% 这意思也就是说 由于郭台铭 你看他才刚刚两场造势 现在的民调已经超过了 这个侯友宁 所以侯友宁 你就可以自动弃选 郭台铭就顺势代表国民党 出来参选 他就一定可以把赖金德打下来 为什么 因为他已经在政务的 误查范围内了 这个民调做得真好 真会做民调 佩服 佩服佩服 因为他的这个加减乘除 其实是逻辑 我的估计 他的逻辑是这样做出来的 不过我们客观的来看 为什么这一次在野党 在野不要讲党 在野这么多人都有兴趣 那是因为执政长太难 太难 太难 我三个难 因为这是按照 这个蔡英文的讲法 就是你很生气的时候 你就拍桌子 就是太难 太难 太难 然后赖金德是太差 太差 太差 三个 也是三个差 为什么 你看到目前为止 赖金德只能够守住他的基本盘 就是三层 两层多 三层 都在这个地方上不去了 而且可能会慢慢 慢慢往下掉 上也上不去了 所以他就让在野党每一个人 都觉得摸钱差掌 我都有机会 因为实在是太差了 只要发生气宝效应 就可以干掉他 那就可以赢了 我们也真的是 助导我们的上昌 庇佑台湾 让民进党休息一阵子 至少休息个四年八年 让台湾大家喘一口气 好好的过几年太平的日子 不要再这样子过日子了 因为这种日子过得既穷又苦 而且还要发生战争 连日本人都来说 台湾人准备打仗 台湾人你要打仗 但日本人说我们不打仗 你台湾人去打 这坏透了 这个就是拜登所说的坏人 碰到麻烦的时候都要做坏事 好 不过我个人最后再讲一件事 这个什么事呢 就是整合真的是走不下去 因为一旦所谓的进行 选前进行整合 那会发生什么事 刚刚嘉信所说的 法律上的问题以外 增加了太多的变数 而且因为彼此的自治者不一样 彼此对整合的感受不一样 所以可能会只有不好 而不会有好 我觉得倒不如等选上以后 再来看看怎么战略的合作 我觉得这个倒是比他实际 目前来讲各选各的 不过我觉得 只有三党有推候选人 另外一个如果他真的要选 就用独立参选人直接说 但是麻烦您先把党籍再撤销 因为他的党籍还在跑 9月要生效了 但是我觉得 如果在党籍没生效前 先撤走 会让人家觉得 你太投机了 如果生效以后 再来去登记 然后又违纪 我觉得太没有格调了 两个都不对了 是 可是要怎么选上 这个可能就是一个难题了 对的 来 请教卓老师 卓老师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包括您看到的 我们现在总统大选 以及国际上面 其实对台湾 未来可能也许真的是 逼凶站围这件事情 还是有很多的表述 对的确 这个危机似乎蠢蠢欲动 现在很多的讨论都集中在 赖清德要去访问美国之后 大陆可能有的这些回应的动作 我觉得特别有趣的就是 今天看到的一个新闻是说 中南美洲的媒体 可能被中共给收买了 所以他们可能会有一些抹黑的做法 我感觉这个跟之前讲到说 中共可能会攻打东沙那个 其实你也可以说他是破梗 但你也可以说 他等于是自己先卸责 尤其是这一个 就是说如果赖清德在中南美洲 因为这一次要去南美洲 如果说这个最后效果不好 他就说因为被中共收买了 如果效果好 当然他说你看即使中共收买了 他仍然表现得很好 那就好像这个东沙 如果他采取了行动 就说你看他早就知道 如果说没有采取行动 就是因为这个政府 破坏这个得当 所以我觉得这些伎俩 其实真的不是会 伤害的是媒体的公信力 伤害的是民众 对于媒体的一个信任 但我认为对于危机 当然政府应该要审慎以对 可是我们更要去想的 一个问题是什么 就是危机从何而来 什么是应对危机最有效的办法 大家都讲到麻生的这番谈话 外交部说看法并无不同 可是他在会不会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麻生要这样说呢 这有两个意义在里头 第一个麻生这样说的意思 是不是表示说 我们政府并没有向对岸展示出 我们自我防卫的决心呢 所以他才要讲这些话 要不然你已经做了事情 他讲这些话的意义在哪里呢 他就是告诉你说 他觉得我们政府并没有把说 有防卫的能力 跟防卫的决心这件事情讲清楚 所以他才要讲这些话 日本有人 既然大家这么重视日本的意见 我觉得就要把他听进去 第二个 他的这个内阁官方长官又补充了 松野薄一说什么 说对话能够解决台湾问题 麻生讲了这段话里头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讯息是什么 他说你要有自我防卫的能力 要有自我防卫的决心 然后要把这件事情说给对方听 所以对话是很重要的 那我现在请问赖清德也好 我们现在的蔡政府也好 对于两岸的对话 拿出什么实际的作为没有 有没有什么解套的方法没有 尤其是赖清德 他一再讲说 所谓没有前提的对话 那到底现在 我想只要问一件事情 赖清德如果当选了总统 他有没有能力重启两岸的对话 就是能不能老实地告诉民众 做不做得到 嗯 我